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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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始团队曾经就职于雅虎 Twitter Splunk 和 EMC 等致命大公司 本次的分享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于 OpenTellingTree Connector 的简介 第二部分是跟大家分享如何去简单的使用 OpenTellingTree Connector 并且会在最后抛出几个问题 然后会借助这几个问题来引出第三部分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将POSA引入到 OpenTellingTree Connector 之中 是为了去解决哪些问题 同时也和大家分享如何去使用它 首先第一部分是关于 OpenTellingTree Connector 的简介 OpenTellingTree Connector 在如何接收处理和导出观测数据方面 提供了与供应商无关的实现 此外它消除了运行、操作、维护多个 Agent 和 Connector 的需要 以支持多个开源或者说商业后端的开源观测数据可视 比如Jager和Promicius数据可视等 这种特性主要是来自于它本身的松散的约定与丰富的实现 比如说在Receiver中我们可以将来自于The King 或者说Skywalking或者Jager的数据可视 可以转换成OpenTellingTree的本身的一个数据可视 然后在Exporter中我们可以将OpenTellingTree的数据可视 可以再给转换成其他的比如说 Zip King Skywalking或者说Jager的数据可视 OpenTellingTree的数据可视在中间就相当于是一个中间层 关于OpenTellingTree Connector的目标 第一是可用 提供了合理的默认配置 支持流行的协议 开箱即用 第二是性能 它能够在不同的负载和配置下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性能 第三是可观测 OpenTellingTree Connector本身也是可观测 它可以去暴露出内部的一些核心指标 供开发者去观测Connect服务内部的一个健康状态 第四是可拓展 OpenTellingTree Connector本身是一个微内核加插件的一个架构 也就是说在我们去拓展它的Exporter Processor或者说Receiver的时候 只只用去关注插件本身即可 不用去关注它的一些内核的代码和实线 第五是统一 它具有单个代码库可以部署为Agent和Connector 支持念录最终数据指标数据和日制数据等 第二部分是关于OpenTellingTree Connector的架构 首先是Pipeline Pipeline是OpenTellingTree Connector的一个核心组件 在一个OpenTellingTree Connector的进程之中 可以去包含多条Pipeline 然后Pipeline由三部分组成 分别为Receiver、Processor和Exporter 如果去使用Flink来做类比的话 Receiver就相当于Flink中的Source 然后Processor就相当于Flink中的Transformer Exporter就相当于Flink中的Sink 在一条Pipeline中 可以去包含多个Receiver、Processor和Exporter 比如说对于Receiver 我们可以去使用Otlp的Receiver 通过GRPC和HTP的方式 从外部来接收OpenTellingTree的数据 同样我们也可以使用PosaReceiver PosaReceiver就相当于是一个Consumer 它可以从Topic中来抽取相应的数据 第二部分对于Processor 我们可以去使用BatchProcessor BatchProcessor就相当于ProjectReactor ProjectReactor中的TimeWindow 它可以将一个无线流去切分成有线流 来进行批量处理 它内部包含了Timeout和MySize两参数 当BatchProcessor中的数据触达到任何一个预值的时候 BatchProcessor就可以将它保存的数据 发送给下游进行处理 TierO SimitingProcessor TierO SimitingProcessor目前还没有到达生产可用级列 它是对于Trace数据的一个处理 相当于它可以只去采集满足要求的一个数据链路 就比如说它可以只去采集有问题的链路数据 就比如说可能你的StatiusCode是Arrow的 或者说Timeout的 第三部分是针对于Exporter 从Processor到Exporter 它是一个广播的一个形式 也就是说针对于同一根数据 它可以去同时发送到多个外部存储之中 就比如说针对于链路数据 可以将这些数据同时发送到ZipZipKingSkywalking或者说Jager中 首先对于ZipKingExporter 它是会将OpenTimeTree的数据转换成ZipKing的格式 然后发送到ZipKingSkywalking 去进行展示 同时我们也可以使用PosaExporter 将这些数据给序列化成二日进制之后 然后发送到Posa的topic中 第二部分是关于OpentryConnect的一个部署架构 它可以分别作为agent 或者说作为一个单独服务去进行部署 首先是使用这种代理的方式去部署 它可以部署在物理机或者说部署在VM之中 也可以作为Selica部署在KBS的Port中 也可以去作为进程 可以去作为手机进程 部署在一个KBS的Node之中 然后上层的业务应用可以通过它所引用的Opentry 或者说其他的库 将它所采集到的数据发送给agent 之后再由agent去进行处理 之后再导出到相应的外部存储之中 就比如说针对于电路数据 它可以将电路数据导出到Skywalking中 针对于指标数据 它也可以通过agent 将指标数据暴露给培罗美秀斯 然后针对于制制数据 它也可以将这些数据去写出到ElectricSearch 或者说写出到Clickhouse中 为什么OpentryComet需要以agent的方式 去进行部署呢 就是说在一个典型的虚拟机或者说容器纸上 有一些用户通过Opentry的库 在一些进程或者说在一些Pool中去运行 在以前的时候是库对于span统计数据和指标数据 去进行所有的记录收集采样和具合操作 并通过库的exporter去将这些数据导出到其他的外部存储器之中 或者将其显示在本地的ZPG服务上 这种模式是有以下几个缺点 首先第一个也就是说针对每种语言 Opentry的库都需要去实现相应的exporter 就是说如果使用的是Java预言的话 就需要去实现一遍Java的exporter 其他预言的话也都要去实现相应的exporter 第二个就是说是在某些编程语言中 比如说像Ruby或者说PAP中 它是很难在本地的进程中 去对一些统计数据去做聚合 第三点就是当一些需求变更的时候 需要去对库进行修改升级 这样的话就会去导致所有的 就是所有去引用这些库的应用 去升级它的依赖 并且去对这些应用去进行拱动重启 就针对于这种需求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在K8S的部署方式中 就可以通过Cycard的注入 直接去免去业务应用的一个升级跟重启 第四点是如果去使用库的方式对数据已经导出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用户所管理的应用程序 需要去负责配置和初始化exporter 这可能是比较容易去出错的 另外的话就是说 用户可能也不愿意去使用open time entry 去污染他们的代码 我认为使用代理的这种部署方式 还有另外一个优点 相对于业务进程去使用库 直接的将数据导出到外部存储之中 和后续要讲到的Connect 作为单独的服务进行部署 agent的这种部署方式 使agent离业务进程更近 并且相对来说它的负载会更低 这样在agent与业务进程的通信之间 它能够更快的去做出响应 这样 业务进程 它就可以更及时更快的去释放 它所占用的内存 然后避免FGC的发生 作为tadventry connector 第二种部署方式就是 它可以作为一个拥有单台实力的 服务进行部署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的是一些 无状态的组件的话 也可以将它部署为一个集群 之后使用DNS的解析或者 KPSSVC对集群进行负载均衡 为什么这里提到的是 无状态的组件呢 因为在open telemetry connector中 它有一些组件是有状态的 比如我们先提到的tosminiprocessor 它要求client将 具有同一个traceID的数据 发送到同一个实力上面 之后 tosminiprocessor 对这些数据进行缓存 之后进行过滤 之后再导出 因此在这种需求下 我们没有办法 使用简单的DNS解析 或者说KPS的方式 对它进行负载均衡 当open telemetry connector 部署为一个服务的时候 它就可以接收 来自于library 或者说agent的导出的导出的数据 并且对这些数据集中处理以后 将这些数据再导出到web存储 第二部分是关于如何去简单的使用open telemetry connector 以及在这个 这一部分的末尾我也会去提出几个问题 在正式的进入第二部分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open telemetry connector 它的代码库 它的插件文档 以及如何去下载它的可知情的二进制文件包 在官方文档上 这几点并没有详细和直接的体现 为了避免大家之后使用着那么困扰 我会先在这里提前的去分享一下 首先是关于open telemetry connector的代码库 open telemetry connector的代码库实际上是分为两部分 分别为内核库和插件库 或者说拓展库 当然现在这个库就是说是它的一个拓展库 我们本次的分享也是主要是围造它的拓展库来说的 拓展库里面是提供了各个开源软件和厂商的插件的实现 相对于它的内核库来说 拓展库是更符合我们日常的开发使用 开发和使用的厂商的 因为它是提供了更多的插件 内核库 open telemetry connector的内核库 只是定义了最基本的数据结构 以及插件和插件最基本最核心的实现 在日常的开发和使用中 我们并不是很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这个库 因为它提供的功能会相对来说少很多 第二部分是关于 open telemetry connector它的一个插件的文档 它的插件文档实际上是隐藏在它的代码里面 拿posa exporter来举一的话 它内部是会有一个readme的一个文档 然后在这个文档中会会详细的去说明当前这个插件 open telemetry connector的插件的文档 基本上都大同小而已 它会在最开始去呃去声明当前这个插件 它是支持哪些数据类型 它是支持面露的数据类型 实际这个数据类型还是指标数据类型 并不是所有的插件都同时支持这三种数据类型 更多的插件可能更呃可能只支持指标数据类型 所以在我们使用前 然后一定要去确定 我们是使用了插件支不支持我们想要的数据的类型 再往下是关于 是关于当前这个插件的一个详细的配置信息 它有哪些配置项 然后以及一些配置项 它的一些默认的设置 和这个配置项所对应的注视信息 所以现在是一个示例型的一个配置信息 第三部分是关于如何去下载它的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包 不管是内可库 然后还是插件库 在它的release里面 我们都只能去下载到圆码包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将这个圆码包下载到本地 自己进行编译 然后得到二进制文件包 但是它实际上是还有一个release库的 在release库里面 它会提供像OTEL Connector Contrib 它所对应的操作系统 然后以及CPU架构的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包 然后我们可以去下载 对应操作系统和对应CPU架构的可执行二进制包 然后到本地去运行 OK 我们现在正式来进入我们本次分享的第二部分 本次分享所涉及到的client端的实力程序 都是以加把语言来表述的 首先在client端这边 我们分别需要将open-time-tree sdk 以及open-time-tree exporter otlp的这两个模块引入到每分钟 然后在connect端这边 我们分别需要otlp receiver batch processor和zooking exporter 当然我们也需要在本地去启动一个zooking server 去接收和展示这些数据 在client端这边 数据由open-time-tree sdk去生成 之后这些数据会由otlp exporter 将它序列化成open-time-tree格式的二进制流 之后这些二进制流 会通过grpc发送给connector 之后在connector端这边 会有一个otlp receiver去接收这些数据 并且将这些数据给反序列化成open-time-tree格式的对象 然后这些对象会再转发给batch processor batch processor会对这些数据去进行批量化处理 再往后这些数据会转发给zip-king exporter 然后由zip-king exporter将open-time-tree格式的对象 给转成zip-king格式的数据 再往后这些数据会通过at连接发送给zip-king server 这里是client的一个实力程序 我通过一个测序用力来模拟的真实的业务应用 使用open-time-tree格式来采集和发送面路数据的场景 在使用open-time-tree-sdk之前需要对它进行处置化 首先要处置化的是baggage和trace上架文信息的序列化与反序列化方式 因为这些上架文在进行跨进程传递的时候 需要对它进行序列化与反序列化 baggage上架文指的是需要在整条trace面路中传递的拓展上架文信息 就比如说在一个全流加测场景中 可以通过baggage来实现对于加测标的透传 trace上架文指的是需要向下游透传的traceID 以及pyron的spanID的信息 这里是使用的一个otlp-grpc-spam-insport 它会将span给序列化成otlp格式的数据流 并且将这个数据流通过grpc的方式发送给connector 这里是处理化的一个batchprocessor 这里是处理化的一些可以在span间共享的属性 比如说可以在每条span去加上当前span所属的业务名称 以及当前这个业务所在的环境 它是在kpa环境 次数环境 还是在生存环境 再往下是对于整个stktracer的一个处理化 可以说的话 当前这个tracer用到的clock 也就是说它从什么地方去拿到当前时间的时间出 就是idgenerator 它包括对tracerID的生成 以及对于spanID的生成 spanlimits它限制了每条span上面最多有多少 像这些属性或者说其他的link等信息 simple是对于采用器的设置 resource就是说上面提到的这些供应上的属性 像现在是span processor 使用的是上面这个batchprocessor 这里是对于链路数据的生成 这里总共生成了200条链路数据 然后对于每个链路来说它具有一个parent span 然后每个parent span会包含有10个 10个直接子节点 OK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部署openternet connector 那左边这里是openternet connector的page文件 首先对于receiver来说 这里是定义了一个otlp加PC的receiver 然后对于exporter 这里是定义了一个zpin的exporter 所有文件的数据都会被发送到一个位于本地的zpsever上 然后对于processor 这里是定义了一个使用默论配置的batchprocessor 现在这里比较关键 现在这里是定义了一个trace数据处理的pipeline 他所使用的receiver 是上面这个定义的otlpreceiver 使用上面这个定义的zpin spotter 最后他也使用了上面这个使用默论配置的batchprocessor 给我们来看如何去部署openternet connector connector 我已经提前在本地去启动好了zpin的server ok 看一下这里 这个是openternet connector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包 这个是我在本地自己打包好的 因为posaexporter和posareceiver 目前还没有被官方发布 所以这个是我将两个component的的 pr拿到本地来 然后在本地合并之后 打包出来的二进制可执行包 然后这个配置 这个配置文件是 这次演示需要用脑的配置文件 跟刚才tvt中的配置文件王已经相同 我看见配置文件 ok 我们来去启动openternet connector connector 这里要指定 这里要指定 配置文件 这里要指定可执行文件的路径 并且也要指定配置文件的路径 ok 我们来启动它 嗯 openternet connector已经启动好了 在这里我们拿一张这些数据生成 并发送出去 ok 数据已经发送完毕 我们来到ZuKing的空的台上来看一下 嗯 刷新一下页面 指定一下ServiceName 让query ok 可以看到这些数据都已经发送过来了 是刚刚发送过来的 然后对于每条电路上 它是具有一个param span 然后也具有十个直接直接点 来看一下这种选用方式可能会造成的问题 这里列出的有三个点 第一点ZuKing Silver的高压力 这里的ZuKing Silver 只带所有用于数据存储或展示的backend 第二点是 业务应用进程的高内存利用率 第三点是数据丢失 这三年实际上都是由同一个问题衍生而成 那就是数据的生产和消费速率的严重不匹配 假设有成百上千个业务应用进程 一起生产数据 随后将数据转发给open-time entry connector 再由open-time entry connector 转发到相应的backend进行存储 而由于成本方面的考虑 backend的容量很难与业务应用进程的容量相对齐 这就造成了生产和消费速率的不适 进而造成backend的压力过大 而backend的压力过大可能就会造成open-time entry connector的压力提升 导致open-time entry connector对业务进程的相应变慢 因此业务进程中所采集的数据占用的内存 无法及时释放内存利用率升高 为了保护自己 又进程不得不抛弃 可能还没有发出的请求 最终导致数据丢失 基于以上这种情况 我们决定将apache posa 用到open-time entry connector中 借助其低延迟 高性能 高吞吐量的特性 资料原来会打向backend的压力 起到平衡生产 起到平衡数据生产消费速率 保护业务进程和backend 以及保证数据完整性的作用 来到第三部分 这一部分是跟大家分享 如何使用posa exporter和posa receiver 这一部分是提供的两种使用方式 首先是第一种使用方式的部署架构方面 在client端 client端使用到的测试代码 和使用到的模块 跟上一个视力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去修改了一下生产数据的名称 便于和上一个视力中导出的数据进行区分 然后在client方面 首先是receiver 本次是使用到了posa receiver 和otlp receiver 在processor方面 使用到了batch processor 和上一个视力中完全相同 在exporter方面 是同时使用到了zukin exporter 和posa exporter 我可以看右边这个部署架构图 首先数据在client端 通过opentailmentrysdk进行生产 之后这些数据会被otlp exporter 给序列化成otlp格式的二进制流 之后通过grpc 发送到connect中 第一条排框类的otlp receiver 然后otlp receiver 会将接收到的数据给反序列化成 opentailmentry格式的对象 之后会将这些对象发送给batch processor 进行批量化处理 再往后 batch processor会将这些对象发送给posa exporter 之后posa exporter也会通过otlp的序列化的格式 将这些数据再给转化成二进制流 之后通过posa的producer 将这些数将这些数据 发布到posa集群的topic中 然后第二条pipeline 首先是posa receiver posa receiver会启动一个consumer 从posa的从posa集群的topic中 将第一步生产的数据 给抽离出来之后 到达posa receiver posa receiver会将这一部分数据给反序列化成 opentailmentry格式的对象 之后将这些对象发送给batch processor 进行批量化处理 再往后 batch processor会将这些对象发送给 zipkin的ex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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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将opentailmentry格式的对象 给转化成zipkin格式的数据 之后再通过http发送到zipkin server中 来看如果不数 首先看配置文件 在receiver部分 同样定义了一个otlp的grp4 receiver 第二是定义了一个posa的receiver 指定了集训地址 数据消费的topic 以及消费组名 exporter方面 定义了一个posa的exporter 指定了集训地址 然后数据生产的topic名称 还有一个zipkin exporter 这里就不再追溯 processor方面 也是同样使用了一个使用默认配置的batch processor pipeline方面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这里是定义了两个pipeline 第一条pipeline是使用otlp的receiver 之后将数据交给batchprocessor 由batchprocessor交给posaexporter 将数据生产到posa提训的topic中 第二条pipeline posareceiver从topic中消费数据 就反序列化之后交给batchprocessor 再给batchprocessor交付给zipkin exporter zipkin exporter zipkin exporter 对数据进行转换 随后将数据发送到zipkin server中 ok 首先来看视力程序 视力程序 这里只需要去修改一下 生产数据的名称即可 然后我本地已经体验起好了 zipkin server和posa 这一次会用到这个配置文件 和pd公布配置文件完整相同 看一下 启动opentimetry connector connetor启动完成 最后发送数据 ok 数据发送完成 来看一下zipkin上面 刷新一下 指定一下service名称 这个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run the query ok 数据已经发送过来 通过posa进行转发发送过来 然后再看一下 ok 来看第二种使用方式 第二种使用方式 在opentimetry connector 端这边会更简单一些 因为它只需要一条pipeline即可 但是在client端这边 它并不是开样机用的 它需要我们去使用posa的client 和otlp exporter中 以用到的common模块的API 去编写一个posa exporter 在connetor方面 也只是需要一个posa receiver byte processor 和zupkin exporter即可 数据在client端 由opentimetry的sdk生成 之后 经过我们编写的posa exporter 序列化 之后 发送到posa的topic中 在connect端这边 由posa的receiver 从posa的topic中 去消费数据 之后传递给 processor 再往下传递给zupkin exporter 最后zupkin exporter 将这些数据 导出到zupkin civil中 我们来看实例程序 实例程序 实例程序 首先是有一个builder 这builder 会要求传入一些参数 参数传立完了之后 会去构造client和producer 之后会去初始化 一个posa traces export的对象 在这个对象中 就需要去实验三个方法 第一方法是exporter 也就是对于数据的 序列化和发送 首先我们可以去借助 去借助open talent tree的API 将这些span data数据 就转移成 直接数足 之后再通过producer 将这些数据 发送到posa的topic中 第二个是flash方法 这里我们只需要去 不要用producer的flash 放到几个 最后一个是shadowdown 我们需要去 先去关闭producer 关闭producer之后 再去关闭client 我可以看测试用力 测试用力 首先是 生产数据的名称不一样 用一些区别 在sdk的出传号方面 除了我们使用到的exporter 不太一样之外 这里是使用 使用到了我们自己去编锁的posa exporter 其他方面基本都是一样的 那生产的数据 除了名称就一样 然后也是一样的 ok我们再看如何去部署 open-times collector 首先看它的配置文件 第一个是定义的receiver 这里是定义的posa receiver 之间的posa broker的地址 消费数据的tubic名 以及消费主名 第二个是定义的 ezykin exporter 在processor方面 是定义的 是使用了一个 全装置配置的batchprocessor 这里是定义的一个 出零电路数据的partline 使用了posa receive 之后再到batchprocessor 之后导致ezykin exporter 给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这里已经启动好了 zpin server和kosa 这次会使用到这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的内容 也跟pd中文件一样 看一下 给我们来启动 internity connector 指定配置文件的意境 ok openternity connector 已经期断 我们来发送数据 数据发送完成 再来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zipkin上面的数据 往下手页 刷新一下 savis name 这里可以看到数据已经发送过来了 因为这个savis name我们更新了 wquery 这个数据在刚刚已经发送过来了 看一下 ok 本次分享的主要部分已经完成 上面是关于本次分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嗯 指借 有关于 timate connector connector的一些内核库 以及拖打库的仓库地址 然后 对于posa receiver和posa exposable 模块的pr 还有posa的仓库地址 以及本次用到的视率程序的仓库地址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次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 谢谢大家